呦吼 我的天呐 是谁这么会写历史啊 啪啦 就是我徐孝顺的 在台湾的故事 今天就要从台北出发喽 我想写一本书 写一本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书 我在找一个人 找一个在河里挖堡的人 跟我一起出发吧 一起走出都市丛林 一起去寻找这传说中 台北河里的最后宝藏 发掘隐藏在台北都会下的秘密 看繁华落尽后的战胜令 出发 总要有个方向 走 我们到台北去 河流是都市的期待 台北的淡水河汇聚了基隆河西淀溪 造就了当时蒙甲北投一带的繁华 如今繁华已退 却还有人依然靠着这条河来赚钱 污染的河面下 隐藏了什么台北最后的宝藏呢 嚇到了吧 现在的时间非常早是6点04分 难得呢能够在台北呢 起一个大早 根据线报呢 这个张辉阿伯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叫做三喀兜 在这个地方呢就会找到他 那究竟呢他是抓什么 靠什么为生呢 究竟呢那一些生机是什么呢 来找看看 有人吗 心里很紧张 越到谜底越紧张 从有小船的迹象来看 应该是补什么东西这种没错 嗯 还有吊床啊 太早起了 稍微睡一下 嘿嘿嘿 神经病啊 人还没找到咧 这是什么我公啊 一味这么重 但是要找人也不知道在哪里 是要去哪里找 事情是越来越先机了 有些诡异的感觉 要不要打退堂鼓呢 诶 慢着 那里好像有人耶 这里刚好有一个阿伯 如果再不掌握机会 好好问他的话 好看喔 没有什么机会了 阿伯 阿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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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下吧 是 今天我要找一个人 是 这个中 叫中非前世 是 你到底在这里吗 好 他出去了 他已经出去了 是 这些要怎么办 我带你来找他 你带我去找他 是 对 那没意思 不过呢 各位观众朋友 你能够想像说 这样的一个造型 跟那样的一个穿着 以及这种场景 你会觉得 这是在台北市里面吗 太不可思议了 谢谢你喔 要我带你来去喔 不然你阿伯穿得上 阿伯穿得上 阿伯穿得上 要穿得上 要穿得上穿 好 好 早啊早 终于给我在士林的沙咖都找到了 好心的阿伯 要带我去找中非伯 只是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呢 好 好 我们这之前小台比较好 好 好 所以说要坐好 稳稳就对了 阿伯 你们都捏什么东西 你们捏什么 我现在现时是穿去捏的 那个红糖 红糖喔 红糖不去买这么大碗 没有啦 小碗要有油油的 哈哈 就是在漆喔 对啦 很辛苦 阿伯穿得上 阿伯穿得上 没有啦 就习惯啦 习惯喔 那那个葬花阿伯 他也是去找这个 那啦 来喔 吹嘴 我每天 用高速公路 可以看到我们鸡人河 新店鸡 第一次说要坐准喔 坐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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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喔 这水尾 冠贱也是说这坏啦 对 那个坏的 这个坏的 会坏的这物很高 嗯 这种感觉 你来的是 你来的 这些感觉 看来很严格 忘了齁 是个新儿园 可以习惯 这个呢 那是什么年轻 湾死亡 没人要来做这个 这个呢 阿伯穿 这个架上 在这厚多久 好不好 我們小孩說不太太 那... 這個狗了 狗了喔 對... 做小孩 要去工場夾頭 這麼沒抓喔 沒抓啦 因為香港沒抓 每天如果沒抓那樣 對啦 覺得不會抓就對了 我們以前我們有抓就這樣 真的有抓喔 對 這個客戶還有抓 現在沒抓了 現在都沒抓 為什麼都沒抓 沒有... 這個... 這個水... 環境了 都滷了 滷了 滷了 這下子真相大白了 基隆河裡原本有辣魚蝦可以吃 現在只能抓到只有淤泥種 才能生長的紅蟲了 從前的寶是海產 現在最後的寶藏竟是紅蟲 這樣的想法 讓我坐船在基隆河裡由台北 心情是無味雜陳 因為這樣的角度看台北好美 這樣的角度聞台北好臭 我想我在台北市已經這麼久了 我今天從水的上面來看這個台北市 我覺得 那是一個很美的地方 不過看整條河的那種味道 看起來又覺得 哇 我們真的是該負起這個責任於這條河 從大便傳的令阿伯口中得知 這一條河是十幾個阿伯的經濟命脈 他們趕在退潮時套早出門 挖一般人不會注意的紅蟲 賣給釣魚的人 這條河是那個... 林冠球 林冠球 林冠球喔 已經到了明泉大橋了 我們剛剛從那個台北 大紫內湖 現在來到這裡 你那時候就是他的 對 那時候後來的 已經看到的張威呢 這個阿伯呢 他現在在前面那個地方呢 正在抓他的紅蟲 現在我們的船呢 慢慢就要靠過去了 那那下水 這四郎第一次呢 走水路的尾路外面 走到裡面了 哇 我們已經到了 到了 現在到那個... 阿伯伯啊 在這個地方 趕在抓牠的紅塘 好 船慢慢靠近 阿伯伯啊 你好 好 人好 我來找你啦 好 我一直問過來 好 我問到這裡 對啊 現在這裡紅塘有多嗎 普通的 普通的嗎 普通的嗎 阿伯 我來找你 一直找到這裡 對啊 對啊 好啊 阿伯伯 我過來去 沒想到在我熟悉的 台北市橋下 還有這樣一群人在工作 林阿伯要到別的區域工作了 張輝伯說以前沒到這麼遠的地方來 實在是因為紅蟲越來越難找了 一條河 如果髒到連紅蟲都沒辦法生存的話 那肯定是被我們徹底遺棄了 阿伯伯啊 我是這樣遠路一直找你找到這裡 對啊 我是聽人說 說這個紅塘 湯 湯 湯 在我們這個 社會進步的過程當中 是很好 這樣 不知道有原因還是沒有原因 要了解一下 這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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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麼惡劣的環境裡面 他會發現一線生機 而且還要製造奇蹟 再從奇蹟裡面去製造轉機 居然在這麼惡劣的環境裡面 有這樣的畫面 唉唷 有點受不了的感覺 很辛苦的環境 這樣一刻一刻 我們捏一捏 要讓他這樣 急急急的 要讓他出去打拼 所以說天下白無心 有看到沒有 這看來不知道 真真真吃的 雖人好的在地精神 真的 要怎樣捏 我看一下 我來試試看 好 取不違建 紅蟲是在污泥裡繁殖的生物 阿伯一塊一塊的把污泥撈起來 用水濾掉雜物之後 再帶回去岸邊分離 等紅蟲浮上來 說我們如果沒有中魚 是沒有20 對 20塊 那一天這樣捏到幾公園 不一定 鋼鐵明星 有錢有岸 沒有錢 沒有錢 張惠一阿伯每天套鎖 就出河抓紅蟲 這條基隆河 他來來回回走了幾十年 從乾淨的時候抓蠟 到污染的時候抓紅蟲 他就靠這一條河 養大了他的孩子 也讓發售的基隆河 還有人眷顧著 回航時 阿惠一輩特別像獻寶一樣的 告訴我們 在圓山橋下附近 有一塊清潮橋墩的遺跡 還特地拍照紀念 他們是全台北市真正了解這條河 愛這條河的人 他就在我身邊 就在我每天生活 我必須錄影經過的一些路段上面 但是我卻不知道他的原始味道 我竟然對我這麼熟悉的地方 感覺到如此的陌生 這是我這一次覺得有一點害怕 確實覺得應該更靜心的一個新角度 上岸後阿伯開始忙著清理污泥 鋪好後 大約等兩三個小時 紅蟲就會浮上來 順便收成昨天就做好的紅蟲 因為今天中午有中盤商要來收購 好 還給他擱開喔 它沒它的冷氣喔 沒有啦 它比較燙才會比較拚起來 這樣喔 燙就拚起來就對了 那頭看多久 這個 頭到1點多小時就開了 1點多小時就跑了 1點多小時就跑出來了 它就拚到上面 這樣 在等待的過程裡 阿伯帶我去廟前開槓 熟悉這座廟 還有一段離奇的由來喔 70公斤喔 一般有多大間的廟 不知道有70公斤嗎 這都拚拚的 水老公啦 水老公啦 都水老公啦 等待會兒再拚來 拚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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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拚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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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我們這裡 如果鑽在這裡有損到 現在拚來我們這裡 我們就拚不拚來 沒有啊 它拚不拚 拚不拚啊 對 喔 這間落爛神廟的神明 有幾十尊全都是被人們 丟棄在基隆河裡 被這些抓紅蟲的阿伯 撿起來供奉的 阿伯一輩啊 就撿過十來尊 落爛神明呢 是大家樂下的犧牲品 這些有心的阿伯 還給了他們應有的尊重 他們為了他們的下一代 他們為了讓自己的環境 讓他們自己的生活更好 所以 再骯髒的地方 哪裡不能去 就像他們停泊的這一個 三角度 三角度 你... 你可以想到 你坐在這裡 在拚這個味道 你知道嗎 哪一想像這個環境 但是他們卻在這裡生活 十二點半多 中盤商來收購紅蟲 家家戶戶的阿伯都 趁經潤涼的動了起來 這是他們一天中最熱鬧的時刻 也是辛苦一上午的收穫 整條這個地方 你看看這樣 很老爛爛 這個今天再去起來 現在就這樣 大家都倒一倒下來 中盤商 這個大老闆來 就這樣看是 這一個 這個阿伯 他要幾公斤這樣就對了 好 中盤商 你看看一趟這麼大趟 裡面通通都是 以前小孩都看到 這個好像不會 才知道呢 人家靠這個呢 再過日子 你看 整個呢 這個紅蟲市場呢 這樣就整個熱絡起來了 你看 生日朽朽朽朽朽朽朽 也不會看過 今天他們通通賣35公斤 這是這一群 從小玩到大的 紅蟲阿伯 共同的默契 平均分配不上和氣 多的留到下次再賣 少得上午趕外去補 這是一份對河對人 無視的情意 種下一棵發財樹 給這一群辛苦工作的 紅蟲阿伯們 一個祝福 這次尋找基隆河的 最後寶藏 讓我這個生活在台北的人 受了很大的衝擊 我們遺棄了一條母親的河 卻渾然不知道 更不知道有一群人 在橋下的角落 不離不棄的與他共生 紅蟲真的是個寶藏 是個提醒我們 台北的河 它還活著 在台灣的故事 今天就要從台北出發囉 我想寫一本書 寫一本紀錄台灣在地精神的書 我在找一個人 找一個在河裡挖寶的人 跟我一起出發吧 一起走出都市叢林 一起去尋找這傳說中 台北河裡的最後寶藏 發掘隱藏在台北都會下的秘密 看繁華落盡後的戰勝力 出發總要有個方向 走 我們到台北去 河流是都市的期待 台北的淡水河匯聚了 基隆河西電溪 造就了當時猛假北投一代的繁華 如今繁華已退 卻還有人依然靠著這條河來賺錢 污染的河面下 隱藏了什麼台北最後的寶藏呢 嚇到了吧 現在的時間非常早是六點零四分 難得能夠在台北起一個大早 根據獻報 這個張輝阿伯會出現在這個地方 叫做三喀兜 在這個地方就會找到他 究竟他是抓什麼 靠什麼維生呢 究竟那一些生機是什麼 來找看看 有人嗎 心裡很緊張 越到謎底越緊張 從有小船的跡象來看 應該是補什麼東西這種沒錯 還有吊床 太早起了 稍微睡一下 神經病啊 人還沒找到咧 這是什麼我講 一味這麼重 但是要找人也不知道在哪裡 是要去找找 事情是越來越先機了 有些詭異的感覺 要不要打退堂鼓呢 慢著 那裡好像有人耶 這裡剛好有一個阿伯 如果再不掌握機會好好問他的話 我看沒有什麼機會了 阿伯 阿伯你好 你好 請問一下 今天我要找一個人 是 這個長 叫長輝前四 是 你到底這裡沒有 他出去了 已經出去了 對 這車要怎麼樣 我要帶你來找他 你帶我去找他 對 這樣沒意思 沒意思 不過呢 各位觀眾朋友 你能夠想像說 這樣子的一個造型 跟那個穿著 以及這種場景 你會覺得 這是在台北市裡面嗎 太不可思議了 謝謝你喔 要幫你下去嗎 不然你 還要穿什麼 還要穿好嗎 對 穿好嗎 在北山上穿 我現在穿得好 好 早啊早 終於給我在士林的沙咖都找到了 好心的阿伯 要帶我去找長輝伯 只是他們到底在做些什麼呢 我們這個從來 世代比較會現喔 對 所以說要這樣做 穩穩就對了 阿伯 你們都抓什麼東西 你們在抓什麼 我們現在現時是 穿在抓的那個紅糖 紅糖喔 對 紅糖一買這麼大塊 沒有啦 小塊幽幽幽的 就是那個漆喔 對啦 這樣很辛苦 阿伯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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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去找這個嗎 對啦 來喔 吹下去 我每天喔 用高速公路 可以看到我們雞人河 新店舖這樣 第一次說會坐船喔 坐船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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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喔 這水魚 官家也是說這海海啦 海會的 會的船來才有那麼高 這樣喔 嗯 這種感覺 你來的 什麼感覺 這種感覺真的 很特別 哈哈 習慣的喔 這個太太太 這樣 可以習慣了 如果現在的少年 沒習慣了 沒人要來做這個喔 這個吧 阿伯你這樣 站上 這樣在這裡做多久了 我 小孩喔 人家說不太太太 對啊 這個比賽 久了啦 久了喔 如果你們 一起去港庄夾頭 這裡不會釣喔 不會釣到啦 不能釣到啦 就每天如果沒有釣到釣到 對啦 怎麼不釣到就對了 我們以前 我們有釣到這樣 怎麼釣到 對 這架還有釣到 現在沒有釣到 怎麼釣到 都沒有釣到 沒有釣到 已經水魚 有環境了 都滷了釣到 以前有釣到 這下子真相大白了 基隆河裡原本有辣魚蝦可以吃 現在只能抓到只有淤泥種 才能生長的紅蟲了 從前的寶是海產 現在最後的寶藏竟是紅蟲 這樣子的想法 讓我坐船在基隆河裡遊台北 心情是無味雜陳 因為這樣的角度看台北好美 這樣的角度聞台北好臭 我想我在台北市已經這麼久了 我今天從水的上面來看台北市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美的地方 不過看整條河的那種味道 看起來又覺得 我們真的是該負起這個責任 於這一條河 從大便傳的令阿伯口中得知 這一條河是十幾個阿伯的經濟命脈 他們趕在退潮時套詐春蒙 挖一般人不會注意的紅蟲 賣給釣魚的人 這條河是那個 林冠河 林冠河 已經到了明泉大橋了 我們剛剛從那個台北 大紫內湖 現在來到這裡 你那時候就是那個 對 那時候是那個 好 已經看到那個張威呢 這個阿伯呢 他現在在前面那個地方呢 正在抓他的紅蟲 現在我們船慢慢就要靠過去了 好 慢慢壓水 這四郎第一次呢 行水路由外面外面走到裡面 我們已經到了 現在到那個那個 阿伯伯在這個地方 在抓他的紅蟲 好 船慢慢靠近 阿伯伯 你好 好 大家好 我來找你啦 好 我在途邊一直問過來 我問你到這裡 對啊 對啊 現在這裡紅蟲有多嗎 普通啦 普通而已喔 阿伯 我在祝福的一直找你 找到這裡來啦 對啊 好啊 阿伯 我過了去 沒想到在我熟悉的台北市橋下 還有這樣一群人在工作 林阿伯要到別的區域工作了 張輝博說以前沒到這麼遠的地方來 實在是因為紅蟲越來越難找了 一條河如果髒到連紅蟲 都沒辦法生存的話 那肯定是被我們徹底遺棄了 阿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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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這樣遠路一直找你找到這裡 我來是聽人說 說這個紅蟲 禪金 在我們社會進步的過程當中 是很好賺的 不知道有原因還是沒有原因 要來了解一下 這群人啊 這群人啊 這些群人 都多少賺一個土土山 它有點像我們台灣人的那種 生命力 即使在惡劣的環境裡面 它會發現一線生機 而且還要製造奇蹟 再從奇蹟裡面去製造轉機 居然在這麼惡劣的環境裡面 有這樣的畫面 唉唷 阿 有點受不了的感覺 很辛苦的環境喔 這樣一刻一刻 我們捏一捏一捏要給它這樣 稀稀稀的要給它出去打拼 對 所以說天下白無心嘛 有看到沒有 這塊是真的假的 好好的這個在地的精神 喔 真的 要怎麼捏 我看一看 我看一看 來試試看 好 好 好 齊不違建 紅蟲是在污泥裡繁殖的生物 阿伯一塊一塊地把污泥撈起來 用水濾掉雜物之後 再帶回去岸邊分離 等紅蟲浮上來 說我們若不釣魚的 是有多少 對 二十塊 一天這樣捏到幾種魚 不猜 剛才認真 有錢有錢 如果沒有 沒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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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惠阿伯每天套早就出河抓紅蟲 這條基隆河 他來來回回走了幾十年 從乾淨的時候抓蠟 到污染的時候抓紅蟲 他就靠這一條河 養大了他的孩子 也讓發售的基隆河 還有人眷顧著 回航時 阿伯一貝特別像獻寶一樣的 告訴我們 在圓山橋下附近 有一塊清潮橋墩的遺跡 還特地拍照紀念 他們是全台北市 真正了解這條河 愛這條河的人 他就在我身邊 就在我每天生活 我必須錄影 經過的一些路段上面 但是我卻不知道 他的原始味道 我竟然對我 有這麼熟悉的地方 感覺到如此的陌生 這是我這次覺得有一點害怕 卻是覺得應該更盡心的 一個新角度 上岸後 阿伯開始忙著清理污泥 鋪好後 大約等兩三個小時 紅蟲就會浮上來 順便收成昨天就做好的紅蟲 因為今天中午 有中盤商要來收購 你還給他鋪牌喔 他不然他的冷氣喔 沒有啦 他比較燙 這裡比較快 比較白 這樣喔 燙就白了就對了 那頭看了多久 這個 差不多1點多小時 就開了 1點多小時 他就瀑出來了 他就白了到中 這樣 在等待的過程裡 阿伯帶我去廟前開槓 收起這座廟 還有一段離奇的由來喔 70公斤喔 一般多大廟的廟 才有70公斤 這都瀑頭的 水老公啦 都水老公啦 我們在那邊 怎麼瀑來 人家彈到的 我們瀑頭上去 瀑來瀑來 就是說我們這裡 如果瀑到這裡 現在瀑來 我們這裡就瀑到 沒有 他瀑不瀑的 瀑不瀑的 你瀑不瀑 這間落爛神廟的神明 有幾十尊 全都是被人們 丟棄在基隆河裡 被這些抓紅蟲的阿伯 撿起來供奉的 阿伯伯就撿過十來尊 落爛神明 是大家樂下的犧牲品 這些有心的阿伯 還給了他們應有的尊重 他們為了他們的下一代 他們為了讓自己的環境 讓他們自己的生活更好 所以 再骯髒的地方 哪裡不能去 就像他們停泊的 這一個三角度 三角度 你能不能想到 你坐在這裡 在拼這個味道 外面你知道嗎 那一想像這個環境 但是他們卻在這裡生活 十二點半多 中盤商來收購紅蟲 家家戶戶的阿伯 都趁經潤涼的動了起來 這是他們一天中 最熱鬧的時刻 也是辛苦一上午的收穫 整條這個地方 你看看 這樣很熱鬧的 今天再起床 現在就這樣 大家都到達我來 中盤商大老闆來 看是這一個阿伯 他要幾公斤這樣就對了 好 中盤人不要看一趟這麼大趟 裡面通通都是 這是一份對河對人 無視的情意 這是一份對河對人 無視的情意 種下一棵發財樹 給這一群辛苦工作的 紅蟲阿伯們一個祝福 這次尋找基隆河的最後寶藏 讓我這個生活在台北的人 受了很大的衝擊 我們遺棄了一條母親的河 卻渾然不知道 更不知道有一群人 在橋下的角落 不離不棄地與它共生 紅蟲真的是個保障 是個提醒我們台北的河 它還活著